關節退化 許多人都會吃葡萄糖胺製品 來緩解 國外的研究也指出 吃魚油可能對關節炎的症狀有效 但是魚油攝取過多 也會對有重金屬的疑慮 每天從營養劑和食品之中取得的 攝取量不可以超過三公克 不過這類的營養品 只對最初的症狀有效 如果患有嚴重的患者 還是要找醫師來治療 關節退化 許多民眾習慣服用 葡萄糖胺類營養品 不過國外研究顯示吃深海魚油 也對於緩解關節不適的症狀 有一定幫助 可能他也是對初期的一個 比如說像退化性關節炎的話 是有一點幫助的 但是如果說你已經是嚴重的話 那可能還是要就醫吃藥 不管是葡萄糖胺製品或者是魚油 都對於初期的關節炎有舒緩效果 不魚油也有重金屬中毒的疑慮 每日食用量不可過多 有凝血功能不足患者也不宜多吃 大型的深海魚的話 還是會有所謂的一個 拱中毒的風險 所以我們會建議就是 如果你要吃深海魚的話 從小型的 比如說像輕魚啦 或是秋刀魚啦 基本上來講會比較安全一點 以每克一千毫克的魚油膠腩 有效吸收量是三百毫克 一天最多不能超過十顆 不過食物中也會攝取到魚油 建議民眾補充營養品用量 還是要找醫師諮詢 金融巷陳旋白台北採訪報導